宜蘭羅東運動公園 剛落成的兒童遊樂場 成為現在親子同樂的新景點 不過卻有民眾發現 其中一座溜滑梯的入口 是被矮小的鐵欄杆擋住了 等於說小朋友如果要上去溜滑梯 只可以選擇爬過欄杆 或者是從下方鑽過去 十分危險 小朋友們一個個從溜滑梯溜下去 開心遊玩 但仔細一看 孩童怎麼在右邊的入口處 爬上爬下 不是從下方鑽入 就是從上面垮過去 就怕一個不小心發生意外 小朋友的嬉笑聲此起彼落 但家長在一旁是憂心忡忡 太小的小朋友這樣走太遠 他們不願意 他們會直接這樣爬上去 再下來 這樣會撞到 你如果早這樣 你跟他哭這樣 那孩子有時候湯蝦子 把牙蝦的膝蓋燙 那個燙熱 那個燙燙 怕牙蝦的膝蓋燙到澎湯 奇怪的設計 讓民眾直呼不方便 這裡是宜蘭羅東運動公園 剛落成的兒童運動場 但溜滑梯的入口處 卻是一個矮小的鐵欄杆 原來這是為了區隔 其他設施而建的斜坡道 旁邊的無障礙通道 才是入口 矮欄杆上雖然有 禁止穿越的標示 但小道難以發現 到底那個斜坡的用意是什麼 你寫個禁止穿越 那兩三歲的小朋友 怎麼知道那個字 共同是溜滑梯 跟沙坑中間的這個波道呢 它是屬於區隔的波道 並不是屬於那個通行的波道 溜滑梯旁的斜坡 容易讓人會錯意 相關單位已經著手規劃 改善措施 評估是否加裝攀爬繩或繩梯 也會加強告示提醒 希望提供民眾 更安全的遊樂空間 記者林柯彥 宜蘭報導 請問一下